世界经历了疫情后又发生了SVB事件 柬埔寨以后的发展会如何 大家好 我是在柬埔寨的Joel Lee 今天我们通过银行和金融看美元化的柬埔寨 自从我开始做YouTube以来 有不少朋友加我联系方式 想和我探讨柬埔寨以后会不会富有 由于各位的问题过于重复 为了避免劳动力和时间的浪费 我今天就拿出一些来自各大媒体的报道和数据与大家分享 第一 柬埔寨货币美元化和去美元化政策带来的效应 柬埔寨是一个高度美元化的经济体 这是因为当初连减权力机构花费170亿美元 筹备柬埔寨第一次全国大选的历史事件由来 当时的柬埔寨国家银行凭借小经济体中的巨额资金 无法印刷本币来替代美元流通 因此人们从那时起就接受了美元在市场上的使用 由于高度美元化 其银行体系中存在大量外币存款 这可以通过流通货币总额的比例来体现在国家经济中 外币存款占个币种存款总额的比例 或外币存款占广义货币 根据NBC的2022年年度报告 去年外币存款与广义货币的比例为84.1% 比2021年的83%增加了1.1个百分点 而流通中的瑞尔与广义货币存款和贷款相比 保持在7.7% 瑞尔占柬埔寨总存款的8.9% 和总贷款组合的11.2% 柬埔寨国家银行NBC的主要任务 是在国家经济和金融政策框架内 确定核指导旨在维持价格稳定的货币政策 以促进经济发展 在高度美元化的经济背景下 货币政策的有效实施受到限制 所以柬埔寨国家银行NBC 作为最后贷款人的作用非常有限 英国驻柬埔寨大使多米尼克·威廉姆斯 礼节信访问期间 表示政府和央行的政策不允许强制去美元化 而是根据市场情况和增强经济弹性 威廉姆斯高度称赞柬埔寨有效的宏观经济管理能力 第二柬埔寨银行存款达到427亿美元 根据柬埔寨国家银行NBC的一份报告 截至今年1月 柬埔寨银行业的存款达到427亿美元 高于去年10月的370亿美元 银行的未尝贷款超过550亿美元 这些贷款分配给了贸易、住房、建筑、农业、旅馆和餐馆 以及制造业等关键部门 贷款和存款的增长 真实反映了公众对柬埔寨银行体系的信心 疫情后 银行业继续保持强劲和弹性 继续在支持王国经济复苏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NBC行长Chia Chanto在1月份表示 截至去年 柬埔寨有1790万个电子钱包账户 目前 柬埔寨有58家商业银行 9家专业银行和86家小额信贷机构 全国共有2614家总部和分支机构 以及3998台ATM自动取款机 第三 柬埔寨政府债券吸票利率上升至3.48% 由于银行和金融机构的存款利率一直在上升 柬埔寨政府已将债券的票面利率 从去年的2%提高到3.48% 柬埔寨中央银行 国家银行NBC将于1月25日发行第六轮政府债券 发行规模不限 旨在为国家发展筹集资金 NBC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该债券每单位面值价值100万瑞尔 约合243美元 提供每年3.48%的固定利率 每6个月支付一次 并补充说债券的期限为一年 去年柬埔寨政府发行第一期主权债券计划 筹资总额为3亿美元 据经济和财政部称 到2023年政府计划通过债券筹集2亿美元 这可以为柬埔寨提供直接收入 并确保债务管理和国家预算的投资效率和可持续性 该部指出 主权债券的投资者持有和交易债券所赚取的利息 可享受50%的预提税减免 购买和交易债券的资本利得可免税3年 他补充说 这些债券将作为一种新的金融工具 面向银行 保险公司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和养老基金等机构投资者 据NBC报道 以瑞尔和美元计价的存款和贷款利率一直在上升 但银行的美元利率上升速度 快于小额信贷机构 NBC的报告显示 今年银行的瑞尔存款利率为7.11% 高于去年的6.16% 而微型金融机构的存款利率为7.52% 银行的美元存款利率从每年4.74%上升到5.64% 而小额信贷机构的存款利率从7%上升到2021年的7.41% 柬埔寨的许多银行和小额信贷机构MFI 都提高了美元和瑞尔货币存款的利率 美国中央银行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 提高了联邦基金的目标范围 2023年1月16日 柬埔寨国家银行NBC宣布 将改编购买 可在柬埔寨商业银行和小额信贷机构之间 转移或交易的金融工具机制和条件 以满足短期流动性需求 即成为中央银行发行的可转让存款证 第四 ACLIDA银行去年的利润超过1.81亿美元 由于利息 手续费和用金等收入的强劲增长 在柬埔寨证券交易所CSX 第一家上市公司 ACLIDA银行在2022年的年度利润 比去年增长了9.39% 达到约1.8174亿美元 该商业银行及其子公司 在2022年产生了约4.5亿美元的净利息收入 比2021年同期增长12% 而净手续费和用金收入达到近4300万美元 第五 据柬埔寨银行协会称 存款持有人将从利率上升中受益 据柬埔寨银行协会ABC的一位高级官员称 存款持有人有望受益于银行和小额信贷存款机构MDI的加息 ABC秘书长Falcham Danny 在给高棉时报的一封电子邮件中解释说 通货膨胀率上升主要是由于过去几年的低利率造成的 随着世界各国央行开始加息以应对通胀 未来几个月利率最有可能上升 由于银行和MDI现在支付更高的利率 这种利率上调也可能使存款持有人受益 ABC数据还显示 从2020年到2021年 高棉瑞尔和美元贷款的平均年利率分别为6.5%和10.68% 贷款和存款总额为440.3亿美元 其中高棉瑞尔占9.8% Fianney补充说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 柬埔寨经济将增长5%到6% 这可能导致贷款增加 在经济复苏的预期下 银行业预计将以20%的速度增长 第六 柬埔寨国家银行表示 SVB银行倒闭不会影响柬埔寨的经济 柬埔寨国家银行NBC 驳回了美国国营商业银行硅谷银行SVB 倒闭对柬埔寨经济的直接影响 明确表示没有理由恐慌 因为柬埔寨的银行NBC的一位高级官员说 他们受到严格的监督 上周日在金边棉基区 勇望购物中心举行的重新引入 瑞尔43周年庆典期间 NBC官员做出了这一保证 而且两天前 洪森首相也表示 SVB的崩溃既不会影响柬埔寨的经济 也不会影响银行业 第七 银行利息 其实就算不看这些数据 我们就单看柬埔寨 目前外国人使用最多的ABA银行就知道了 从这个ABA银行的表格中看得到 一年定期存款是7.5% 两年是7.75% 还有Winbank 8.6%定存利息 除了这两家当地 还有非常多的银行 在提供高利息定存 最后总结 在柬埔寨这个没有外汇管制通用美元的国家 目前银行存款和贷款在增加 而且银行定存利息也很高 看得出来 当地民众和银行 国际金融机构 都非常看好这个国家的未来 在这样的背景下 柬埔寨证券公司 也在2023年2月11日 举行了盛大的开幕式 会议上柬埔寨证券公司董事会执行董事 Ten Chong Yu先生声称 相信柬埔寨资本市场即将开启黄金10年 柬埔寨证券公司的首要目标是 旨在将柬埔寨的顶级投资机会 带到海外资本市场 这一策略 不仅让投资者享有最高的增长机会 也为柬埔寨整体经济发展 奠定了最重要的基础 根据以往资本市场的经验 当人均GDP达到2000美元时 家庭对投资的需求将大幅增加 柬埔寨目前处于快速变革和成长阶段 正逐渐在成为值得信赖的领先国家 看到这些数据 请问你对柬埔寨的将来有信心吗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